二战时期,美军的伙食究竟有多好多丰富 盟军食不果腹,他们却吃肉吃到兔 一直以来,粮食问题都是全球的疑难杂症 尤其上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 几乎全球都被绞进战争的泥潭 粮食问题,特别是前线的粮草 更是成了战士们面对生死以外最担心的事了 二战中粮草不够,战士吃不饱的现象并不稀奇 然而美国却是个例外 似乎其他国家所面临的粮草问题 在它这里都不复存在 死对手日本德国等盟国都是食不果腹 可美国大兵倒好,不仅吃饱喝足 最后连高蛋白高营养的午餐肉都吃吐了 甚至奢侈到用可乐洗手 在美军的单兵口粮里 午餐肉是必不可少的事物之一 而这也是美国在二战时期的一大伙食发明 而午餐肉主要是由各种碎肉、淀粉和调味料组成 具有丰富的蛋白质 可以快速补给人体能量 毫不夸张的说 美军凭一己之力带火了午餐肉 使得它从战场中下来后 又出现在平头老百姓家的饭桌上 而除了午餐肉之外 美军的口粮里还有各种饼干、果酱和巧克力 这些东西既能快速冲击 又能改善士兵的口味 最重要的是 这些都是应战的必备之物 更值得一提的是 食物之外 美国后勤还不忘给士兵们 配备香烟、饮料和冰淇淋 光是现今依旧火爆的可口可乐 二战时期 美军就消耗了十亿多瓶 做到了战争岁月 依旧有滋有味 可以说美军的伙食 真正做到了蛋白质、维生素、碳水等方面的均衡 这是其他国家的军队渴望所不可及的 而这架势 连老牌、资本列强、英法等国 看了都得说声羡慕 可乐来洗手 午餐肉吃到兔 冰淇淋更使战场必备甜品 那二战时期的美国究竟有多好 能让远离美国本土作战的美军 吃好喝好 二战时期美军的战备优势显而易见 装满肉弹果蔬小零食的行囊 让他们成为战时候勤最完善 待遇最好的军队 但美国没有参与一战 而是作为中立国对外售卖各种战争装备 也正是这样一个中间商的身份 使得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狂懒战争财 为自己打下了丰厚的家底 同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 美国从一场席卷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中全身而退 罗斯福新政不仅带领美国成功走出经济危机 而且还让美国在二战还未打响之前 就占据了很大的优势 没有战火的纷扰 也不是战争国的身份 因此国内经济一片大号 而到了二战时期 毫不夸张的说 美国就是世界制造工厂 凭借超强的制造能力 每天一睁眼就是各种战备订单砸来 像是美国在二战时就生产了 二十多万飞机和重达千万吨的民用船只 除此之外 数不尽的运输机和运输船 将各种罐头零食和饮料运往前线 为前线战士们提供强大的后劲保障 除了午餐肉零食小吃外 老美也不忘给自己的士兵来点甜点加餐 二战时期 美国海军非常钟爱冰激凌 于是海军司令利用这一点 鼓励海军勇于出勤 美救起一个飞行员 就会有一桶二十升的冰激凌作为奖励 没想到这一招还真的管用 据当时相关数据显示 为了能多吃冰激凌 美国海军们 应是让美国飞行员获救率 有原先的32%上升到了65% 直接上升了一倍多 虽然之前美国本土 没有遭受两次大战炮火的袭击 可以毫无顾忌的进行国内发展 生产战争所需要的物资 但二战后期 日本作死偷袭珍珠港 爆发了太平洋战争 闷声发大财的美国终于坐不住了 很快就以同盟国的身份 加入二战 同时也向世人大袖鸡肉 量出了自己的军事实力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美军的火石在二战时期 肯比土豪级别 说他们靠火石方面的优势 打赢战争也毫不为过 不用担心粮草够不够 还能在此基础上敞开胃 豪吃一顿 这事放在二战里 除了美国 其他国家军队都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而有了足够的火石和物资 就能打一场奢侈的仗 不管怎么样 总比饿着肚子打仗胜算高 据统计 二战期间 美国派出1200万美军 火石基本是从距离战场 6000多公里的美国本土空运过来 一天可乐就能喝掉280多万瓶 午餐肉 每天更是10万级的炖量消耗 当时美国大兵 被盟军戏称为罐头大兵 从这一略带戏谑的称呼中 就能看出来美军的火石有多豪横 此外 美国担心自己军队吃不好 误了大事 于是开发了300多个港口 专门用于收送战略物资 等于高达26亿吨 这种规模 在所有参战国中 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当苏联德国等军队 只能啃酥皮 吃发馊的面包时 美国大兵已经吃腻了午餐肉 喝吐了可乐 更过分的是 他们竟然用被吃腻的午餐肉 来擦皮鞋 或者直接扔了喂狗 据说当时美国全机械化的操作工序 让工厂在三秒内 就能生产出一块巧克力 俗话说 以小见大 从这就能看出 美国的制造实力和后勤保障 因此赢得胜利 也就这是时间的问题了 战争是残酷的 但战争也是各国 审视自己实力的窗口 美国正是通过前线士兵的殊死抵抗 以及后勤远远不断的攻击 前后相互配合 最终赢得了胜利 毕竟前线作战 固然重要 但物资充沛的后勤保障 更是必不可少